我国地少人多 未来一些建筑如图书馆 甚至骨灰安置所 可能得迁移到虚拟世界 本地一所大学就推出了 融合科技的建筑设计课程 让学生学习设计 结合视觉 听觉和触觉的 虚拟建筑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答 走入虚拟骨灰安置所 抒情音乐环绕 气氛宁静 点开试着回忆录 一幕幕过往 仿佛就在眼前 虚拟世界一般只出现在游戏里 但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这60名学生 却利用它设计出不同的建筑 包括虚拟剧院和虚拟图书馆 在建筑行业 使用虚拟实境技术 其实并不新 但主要用来推销设计概念 设计这堂课程的教授 就希望突破这样子的做法 直接利用虚拟实境技术 来构思 设计和事先体验 这些建筑 而融合虚拟实境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学生无需动手制作三维模型 并能随时体验和更改设计 有些学生面对的问题就是 他们设计了之后 没有办法真正体会 他们设计的空间 是什么样子一个空间 用了这个软件之后 他们就可以把他们自己的设计 带到一个虚拟的世界去 真正能体会 就是好像是 你真正是在你的建筑 跟里面的人互动 为期14周的课程 是由建筑与可持续设计系 和信息系统科技与设计系 合作推出 是本地首创 明年有望再办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曾怡报道